年夜饭 饭店大堂里 童言向表妹倾诉了自己初恋的惨痛经历 表妹一挥手努力安慰她 没关系 我姐姐长得好看 唱歌又好听 又是名校毕业 绝对能嫁个好男人 童言靠在沙发上 响起了顾平生 表妹很快转移了话题 姐那你现在的男朋友呢 你别告诉我你现在还没有啊 我可不信 童言笑着看她 没有搭话 过了一会儿才拿出手机 给顾平生发了一条信息 春节快乐 今天过得怎么样 春节快乐 一整天都在陪人吃饭 吃到很累 TK 不知不觉 两人已经有十几天没有见面了 本来规划好的寒假 就如此浪费掉了 童言想起自己的很多规划 用几天时间去游览名胜古迹 再用几天来腻在一起 然后 就这么腻在一起 估计 顾平生也不会嫌闷 可是 莫名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因为奶奶始终在身边 他们连信息都很少发 我想你了 童言忽然很坦白地 发出了这条信息 很快 顾平生就拨来了电话 童言接起电话 顾平生的声音 在巨大的爆竹声中 显得非常不清楚 北京这几天都是零下十度左右 我看了看天津的天气预报 好像是下雪了 注意多穿一些 不要感冒 对了 这几天 我一直在和院长联系 下雪期的海伤法 已经找到了接手的老师 我不会再教你们年纪了 我会接手大二的课程 从接起电话 童言就没有说过一个字 表妹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用口型问他 是不是 什么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 姐 千万别信 那些都是骗人的 童言对表妹摇摇头 继续听电话里顾平生的声音 我不多说了 房间里还有很多人的 看到我打电话 他们会觉得很奇怪的 我也很想你 非常想 童言忍不住笑了起来 然后就看到表妹 更加疑惑的表情 电话很快挂断 她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 还在想着她说的话 忽然说换课的事情 却又好像早有了计划一样 姐 刚刚谁啊 你怎么一直在听 却不说话呢 是一个 唱歌比我好听 学校比我更好的 大大大帅哥 他在跟我表白呢 顾平生挂断电话之后 继续坐在明亮而热闹的大厅 身边有很多人 都是中途出来抽烟的 顾平生用一种 很舒服惬意的姿势 坐在沙发上 看着酒店燃放烟火 无数道白光冲上云霄 瞬间爆裂出大片的光火 天津是什么样的呢 顾平生还没有去过那座城市 顾平凡走到他身边坐下 拍了拍他的手背 等到顾平生回过头 才笑了笑 刚才爷爷问起你的女朋友 我没有说她是你的学生 你知道的 爷爷比较忌讳 师生之间的事情 我知道 以前我也很忌讳这种关系的 我记得你问过我 是不是因为我母亲的关系 才会喜欢童言 其实恰合相反 因为我母亲的关系 我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犹豫 犹豫着 要不要避开这段感情 那时候 顾平生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避开童言 甚至私下找赵音给他补课 本以为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 或许只是意外的心动而已 避开时间长一些就好了 总胜过影响童言的生活 可是那天中午 当顾平生在童言身边坐下 告诉童言 以后不会再给他补课之后 童言眼睛里 若隐若现的失望 竟让顾平生就这么心软了 顾平生记得那天坐在窗边 童言迎着窗外照进来的阳光 模糊了五官的棱角 只有一双眼睛那么明显 当时顾平生并不了解他的家庭 和他过去的感情 可是总有一种感觉 童言一定遭遇过很多 难以承受的失望和痛苦 即使如此 那双眼睛里的感情 却依旧温暖而直接 直接的就像是 从来没有受过伤害一样 顾平凡把手中的热水 递给顾平生 顾平生接了过来 说了句谢谢 却没有喝 你这次复查的结果不是很好 有没有打算回美国做手术啊 虽然国内这样的临床病例不少 但我觉得 你还是应该挑比较好的环境 没关系 我想再协合做手术 好吧 你有时候真的挺让人讨厌的 看起来似乎挺随和 其实是固执的可怕 就像你从来不接受 主听仪器的辅助 谁说都没有用 谢谢你 平凡 顾平生笑着答谢顾平凡 挡去了他所有 看似是抱怨 实则是心疼的话 开学的时候 恰好在元宵节之前 奶奶很舍不得童颜走 提前包了元宵 又是油炸 又是汤水煮 童颜吃了整整两天 觉得自己都快吃成元宵了 当拉着行李出家门的时候 童颜才拿出手机 看顾平生发来的航班信息 童颜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顾平生提出来的时候 也有些犹豫要不要拒绝 太过依赖顾平生的金钱 会让他觉得两个人的感情 是不平等的 可是当童颜郑重其事地 把理由发过去的时候 顾平生倒是没太在意 很快就回了一句 就算省下了这次的机票钱 以后都还是你的 不用太在意 当时收到这条消息 童颜拿着手机 足足笑了整个下午 顾平生总有这样的一两句话 能让人久久琢磨话里的意思 然后满满的都是幸福 童颜怕迟到 估计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没想到最后却早早到了 他在二号航站楼的十号入口那 从口袋里摸出手机 刚低下头打了几个字 就觉得周身都被人搂住 所有的寒冷都被隔绝开来 童颜被吓得不轻 心猛地跳了几下 才渐渐地缓和下来 顾平生的声音就在耳边 怎么这么早啊 二十几天没见 竟然有一种奇妙的陌生感 还掺杂了一些莫名的心动 童颜心里默默想到一个词 小别圣心昏 顾平生又追问了一句 喂 怎么不说话 我 我忽然有些不习惯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 行李给我 我知道 刚才我在里边看你走过来 我都有一些心跳加速 童颜 手被顾平生拉住 走进了玻璃大门 等到两个人上了飞机 童颜在顾平生身边 老实地坐下之后 才开始适应顾平生 真的就在自己身边 这个事实 顾平生身子微腐过来 给童颜系上安全带 发现童颜 一直都在看着自己 怎么了 我想你了 很想很想 想了二十几天了 或许是因为飞机快要起飞了 走道里已经没有什么人走动 只有几个空姐 来回检查着旅客的行李 耐心提醒着每个人 系好安全带 童颜靠着窗口 而顾平生 就这么侧着身子 面对着她 童颜忽然想起 第一次在电影院 就是这个角度 顾平生突如其来的一个吻 彻底结束了两个人 单纯的师生关系 或许更早一些 在自己喜欢上她的时候 就已经改变了 所有的关系 童颜问出了一直的疑问 对了 你怎么忽然换课了 因为你奶奶希望 我最起码不能是你的授课老师 决定你真实成绩的那个人 不过我不觉得 会出现什么作弊啊 不觉得自己会假公祭司 好 你最大公司了 到上海想做什么 咱们去金安寺烧香吧 还没有正经的过正月十五呢 那你想求什么 求平安 求所有自己所爱的人 都能平安 童颜心里这么想 但是却没有告诉过平生 只是装作若有所思地说 求 求能一直和你在一起 千万不要出现什么 绝世大美女喜欢你 比如金发美女什么的 那 那我似乎没什么可求的了 你应该不会遇到更好的了 我也这么觉得 因为是上午的航班 到虹桥机场的时候 也在下午一点钟 不过即使这么早 两个人到静安寺的时候 已经没有多少香客了 还有很多都是外国人 童颜是第一次 进这座城市中心的寺庙 等到领了香 发现这里竟然是这样的小 只有最大的几个佛殿 从中心的空旷广场仰头 就能看到旁边的九光百货 只是一道墙 墙内是浓重的香火味道 而墙外却是上海 最繁华的一条路 童颜走到燃烧的灯油旁 想要点燃自己的那把香 旁边围着几个外国游客 占据了上风口 以至于童颜才刚站了几秒钟 就被烟火呛得直冒眼泪 童颜用手背草草抹了两下眼泪 很悲苦地看了一眼顾平生 顾平生马上心领神会 接过了童颜手里的香 那几个外国小女生 一看到顾平生凑上去 马上友好的让出了一个位置 童颜苦闷地看着顾平生 等到顾平生走回到自己身边 才看着他说 哎 我终于明白了 美人煞绝对不是徒有虚名 顾平生把其中一束递给童颜 没有理会他的调侃 反倒是长舒了一口气 佛门注定 施主请自重 说完就把香合在掌心 双手合十 对着正殿的那尊十几米高的大佛 闭上了眼睛 午后的日光 落在顾平生的身上 在地上浅浅地拉出了一道影子 如此安静 又如此前程 童颜甚至忘了去许愿 就这么看着顾平生的侧脸 直到顾平生又睁开眼睛 低下头看自己的时候 才好奇地问他 你求的是什么 顾平生没有回答他 只是眼神示意童颜 不要荒废了烧香的时间 等到两个人出了四门 重新站在繁华的都市路边 童颜还在想着顾平生的心愿 有些走神地跟着顾平生往前走 甚至到停下来了 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到了哪里 顾平生饶有兴致地 打亮着面前的玻璃柜 想吃什么 章鱼小丸子 这个鱿鱼烧看起来也不错 要不要再来一个广岛烧 我想吃这个 章鱼小丸子 六个吧 正好我们一个人三个 三这个数字不吉利 还是八个吧 一人四个 也不好 那那就十二个咯 每个人六个 收银员听得忍俊不禁 多看了他们几眼 实在不明白 这对俊男美女为什么这么迷信 竟然连吃个章鱼丸子都这么计较 顾平生一如往常买了很多吃的 两个人找了空着的座位坐下 分拾着对童颜来说 算是十分稀奇古怪的食物 嗯 我觉得我这个很好吃 你挑的那个鱼鱼烧简直就是山东煎饼的变种 还有些腥 顾平生笑着看童颜吃 过了一会儿才忽然说 我刚才求的是能让自己一直平安 有能力继续照顾 这话听起来非常奇怪 可却让童颜瞬间就想起了那个医生阿姨的话 童颜没有吭声 只是停下来 等着顾平生继续说下去 我在协和医院实习的那一年 出了一些事情 你能看到的 是我耳朵听不见了 但是还有很多别的问题 是看不出来的 顾平生似乎也很爱吃那个章鱼丸子 随手用竹签插起一个 放到嘴巴里 骨骨头缺血性坏死 晚期需要手术 然后换人工关节 童颜看着他 依旧没有说话 放假的时候 童颜已经在网上查过了非典的后遗症 任何症状他都有心理准备 包括顾平生口中所说的这个 骨骨头缺血性坏死 大量的激素性药物的使用 虽然是救回了一条命 却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半生痛苦 髋关节疼痛 腰部疼痛 膝关节疼痛 臀部疼痛 或者是腹骨勾躯疼痛 顾平生既然说是晚期 那么这些早期的症状 必然早已经经历过了 虽然人工患关节是一种方法 可是手术远期效果并不好 也就是说 当你第一次患完 甲体过了十几 二十几年的磨损脱落之后 进一步治疗 会更加的困难 童颜并不是学医的 所以也只能在网上看了些信息 但是童颜很庆幸 自己事先知道了这些 此时此刻 才能如此镇定 童颜相信 顾平生和自己一样 不需要别人无谓的忧心 只想要在没有任何压力的环境下 去解决自己该解决的事情 所以我下学期不是换课 而是准备休克一学期 我想了很久 应该把这些跟你说清楚的 所有话都说完 顾平生似乎找不到事情可做 又用竹签插住了最后一个章鱼小丸子 还没有拿起来就被童颜抢了过去 童颜皱了下鼻子 不满地抱怨 喂 你现在就跟我抢东西吃 小心你老了不能走路了 我也不带你出去晒太阳 童颜说完 很自然地把那个小丸子塞到嘴巴里 早没了开始吃的兴致 有些食而无味 就在童颜假装很得意的时候 顾平生忽然栖身过来 竟然就在这么熄壤的人群中 扶住童颜的头 挽了下去 很得意的 在推荐自己的头 那里一直在纳定人群中 人群中 这种和平生忽然是 いつ回来 我想